每个人都向往白头偕老的爱情 但是爱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光女人自己付出是不行的 两个人要同心协力经营 当男人若是动了真情 你和他聊天时 他绝不会敷衍赛泽 他会认真对待 今天就来说一说男人哪些迹象 表明不爱你了呢 男人在微信上经常说这几句话 说明已经不爱你了 一,你烦不烦呀 当男人爱你的人时候 你做什么他都很喜欢 他都会对你非常有耐心 什么事情都顺着你 当男人不爱你的时候 那么你做什么他会觉得很烦心 只要说话办事稍微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会很不耐烦 有时甚至和你发生增子 啊,不用你管我 当一个男人真心爱你 会主动让你了解他的生活 他的兴趣爱好 不愿意和你分割开来 很喜欢你对他提点意见 当他对你说不用你管 其实是在委婉地告诉你 他不想你干涉他的生活 不想跟你有过多的牵扯 三,你有事吗 只要女人很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 才会时不时有事没事的 给男人发信息 想知道男人在干什么 女人关心男人 才会一直想得到男人的回应 当那一本正经的回复你有事吗 这三个字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十分生疏 就证明男人不想和你有过多的聊天 四,能不能给我点空间 当男人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说明你让他有点透不过气 有点感觉厌烦 当男人喜欢你的时候 他希望整天和你如胶似漆 形影不离的 从不分你我 对你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手机随便查随便看 因为这个时候对方的眼里 只有一个你 容不下别人 当他对你说 能不能给我点空间 这就说明他已经开始 对你产生了疲乏心理 男人都会要求留给自己 识人空间 嫌你这嫌你那 对你产生反感 甚至是疲惫 这个时候他还会慢慢开始 对女人撒谎 长久下来 两人的关系 如履薄冰 早晚一天会崩掉 花同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